自由的 丟掉可本 任誰 無法定義的我們 看起來 大家都很關心小蘋果 那當然 小蘋果那麼的可愛 笑容那麼甜美 連我們老大大也 你們兩個 去福利社幫我買點東西 順便買個自己 順便你們買 老大大 你比老大還要慷慨 這四個小朋友 比小蘋果還要可愛 我一定會好好保護 這四個小朋友 還有老大大的 還不快去 出品 走走 可能是蘋果難得請假 所以為什麼我才想太多 對啊 你不要多想了 我去買點吃的給你 你們等一下 你們如果有去咖啡廳 麻煩幫我注意一下蘋果 尤其是不要讓他靠近那個 吳溫達 吳溫達 對啦 就這樣 就這樣喔 拜託你們了 好 好 這到底什麼意思啊 我不知道耶 算了 不管了 走 你是不是覺得 劈腿很有趣啊 就算我真的劈腿好了 那我怎樣 你不要跟小蘋果亂說喔 你不要跟小蘋果亂說喔 林彎 小蘋果 你今天怎麼沒來許下 我 我沒事啦 就是整晚沒睡 有點累 偷偷在家撥面 孔令元 我不是把你禁足翻信 為什麼還在講電話 我真的沒事 你不用翻信 先這樣 拜拜 拜拜 我不應該帶小蘋果出去玩一整晚 他會被禁足都是我害的 對 今天難得休假 我們等一下要去哪裡玩 要出去 我還想說今天氣氛這麼好 就我們兩個人 所以我們可以待在家裡面一起 拼圖全部拼完 就這樣決定 太棒了 今天一定拼得完 太棒了 這個不錯 浩南已經拼了整晚的拼圖 要是再讓他拼下去 恐怕會更傷身 對 那天我去找欣怡 她的鄰居說她搬家搬得非常匆忙 你不覺得很奇怪嗎 太不夠意思了吧 你需要錢孝敬一老人家 跟我說一聲就好了嗎 這確實不太像她的行事風格 所以啦 你一點都不擔心 沒關係 我應該知道可以去哪邊找到她 你知道 去哪裡 你幹嘛那麼想知道 我 就 大家都是朋友 我當然會擔心她 這樣 好 那我們就趕快吃完飯 一起出去找她 好 好 吃吧 這給妳 好 我早就料想到了 妳肯定不會為了我有事上心 所以我就親自過來接妳 大姐 妳辦公室重新裝潢 幹嘛硬要我陪妳去丈量 因為妳的品味好 再說妳可以跟我一點意見 只是花妳中午裡 一點點的時間而已 這樣妳要跟我計較 我哪敢跟你計較 那我們走吧 還說呢 都妳遲到了 還我等那麼久 這樣對設計師多不好意思 妳什麼時候 這麼在乎廠商的觀感 而且我也沒有遲到很久 你別誤蔑我 我一向很尊重乙方的 喂 什麼 丈量好了 那 那中午我們一起吃飯吧 妳可別拒絕我的好意 我現在就傳地址給妳 既然都丈量好了 那我不用去了吧 還說呢 都是因為妳遲到了 妳要陪我一起去跟設計師道歉 妳跟設計師吃飯我去幹嘛 管了妳快上車 走吧 大姐看起來心情很不錯 可是為什麼我就是覺得怪怪的 我們不是要去健行儀嗎 怎麼會跑來養老院 是要去看誰嗎 因為不管心儀搬去哪裡 她一定會回到這個地方 一定會回到這個地方 為什麼 因為 好 店長 我來看妳囉 林慶 妳回來了 對啊 妳身體都還好嗎 那不就是那個樣子 老實說很久沒有看到妳了 很想妳 大姐 大姐 幹嘛 我臉上有什麼東西嗎 什麼 我的運氣 這樣就完美了 進去吧 吃飯 插口水幹嘛 好 好久沒吃脆皮雞跟糖醋排骨 就點這些好了 大姐 大姐 妳該不會又製作主張 替我安排上親了吧 是 妳幹嘛又搞這些小動作 不好意思 剛剛找停車花有點時間遲到 蘭達妳怎麼在這 我加油